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听我来念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那里说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 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 比推你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学所洒的人 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 好 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 我们知道前书是彼得所写的 那么在新约的圣经中 按照这个执事 大概是有彼得的执事 有保罗的执事 有约翰的执事 他们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我们照 前些天神的仆人 跟我们分享了信 望 爱 那如果从这个的角度来看 那保罗就比较侧重在信 不是说他不讲爱 不讲盼望 他比较侧重在信 约翰比较侧重在爱 那么彼得就比较侧重在望 盼望 我想在那个时候 神的儿女在一些相当大的难处之中 那彼得就借着主再来的盼望 来安慰 来劝勉神的儿女们 那我想今天 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疫情的特别的时候 我们也有各样方方面面的难处 那而且呢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 也预示着主来的日子近了 那我想今天 我们就借用彼得当初的这些的话 我们来一同来共勉 好 那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的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把我们再次这样的来聚集 好让我们一同来寻求你的面 好让我们一同来寻求神的旨意 也好让我们一同的从神的话语中 我们得帮助 主啊 巴不得在这一段特别的日子 主啊 你的话成为我们的供应 让在难处中的神的儿女们 借着你的话的安慰 有盼望 也让我们在这一段的日子中 让我们不一定有那么大的难处的 让我们也不放松 让我们真的是知道 主你来的日子近了 主啊 这个世上主啊 如今这样的征战是何等的厉害 主啊 我们这样的试炼是何等的艰苦 我们真是觉得 主啊 我们要来活出得胜的生活 我们要来活出你话语的见证 是何等的不容易 但是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早就知道这一切 你也早就把你的话赐给了我们 巴不得 你把当初借着彼得所说的话 今天再次说在我们的心里 主啊 让我们从你的话中 得到亮光光照 让我们从你的话中 让我们得到生命的能力 愿主你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一点的时间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当我在仰望啊 这一次要分享什么的时候呢 当然我里面的负担还是在主再来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 有点感觉会用到彼得书信的画 那么呢 当在仰望的时候啊 还有里面有点感动 就是彼得书信的开头的话 那么我就打开一看啊 哎 里面非常有意思 那里面讲到 是彼得是向着 分散在 那个 本都啊 加拿大各地 那我就想现在啊 我们也都是分散在 分散在 不是本都啦 我们分散在 本阿比啊 在温哥华啊 在 虽然 这个情形跟当初不同 当初可能因着逼迫 因着一些的原因 那今天我们 也是因着疫情 我们也是被迫 我们好像就这样的分散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 那样的聚集 但是呢 当初 神就借着彼得 在这一段不容易的时间 来安慰大家 来提醒大家 那我想 非常的有意思 今天也是分散 在分散的时候啊 我心里也是真是盼望啊 那赶快这个分散的局面 能够结束 虽然我们今天 借着一些现代的科技 我们某种形式 我们可以恢复聚会 但是在我个人的感觉中啊 跟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啊 那个还是 非常的不一样 那我就在想起啊 当我初心的时候啊 那时候啊 对聚会啊 感觉还没那么深啊 有些时候 有特别自己重要的事情呢 就没有去聚会 那么后来呢 开始对主有点心了 就是看到聚会的这样的 大家聚在一起 这真的是何等的 门恩典 这是何等的宝贵 我就想起啊 这个分散和聚集啊 那么在这个大陆啊 在有些的农村啊 他们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他们要 特别要聚一次 特别的聚会啊 非常难 那么呢 有些生亚运动听说啊 有一天有个特别的聚会啊 他们觉得 我们就要赶去聚会 那个时候啊 这个交通不方便啊 整个只有 一天 大概只有一趟的 这个车从这个山里经过 他们就去 清早出发 就去聚会去 但是上了车呢 开到路途中呢 正好路上有三个人 那三个人 他们只有难处的 他们非常需要 搭这一班的车 后来呢 正好呢 车上就三位弟兄姊妹 他们觉得 我们要有美好的见证 那么我们呢 就把这个 这个车上这个位置呢 就让给他们 他们说 我们就下去走路吧 但是走路呢 等你要走到 这个聚会的地方呢 那聚会老早就结束了 他们算了一算啊 他说聚会虽然结束了 讲到我们是听不到了 哎呀 但是呢 神的儿女们 应该还没散去 他说我们能够 跟神的儿女们 一同再这样聚一聚啊 那也好 哇 他们这三位弟兄姊妹啊 他们就开始 从山里开始走路 要往聚会的地方去 啊 神呢 也真的是纪念啊 他们向着神这样一个心 向着神的家的 这样一个的心 过不久 正好有一辆车经过 那不是那个公车 而且这个车呢 是别人原来是装货物的 一辆大的车 那前面呢 正好有这个位置 够他们坐 哎呀 后来他们呢 就是赶到了这个聚会 所以我们看到啊 又是在难处之后 不容易聚会的时候啊 大家越是应该想要聚会 那么等若是主让我们 恢复到那个时候 我们相信 我们对聚会这个心 啊 应该是更加的 那个的迫切 但是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神让我们再次恢复了 我们虽然我们可以 恢复那样的聚会的形式 但是可能一些的情形 跟我们原来想象的是不一样了 那么今天地上人知道 这个疫情之后呢 这个整个地上的这个格局 地上的很多的情形 没有办法再回到重前了 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想 主啊 我们祷告 这个疫情快点过去 好像这一段时间快过去了 然后呢 我们就恢复了 好像可以回到重前 但我们个人实在是觉得 神借着这一段的时间 在我们身上有功课 其实这一段的时间 让我们去思想神的心意 到了那个时候 整个的属灵局面 不一定是一样的了 因为按照圣经的话 越到后来 这个地上是更加的混乱 而越到那后来 那个征战是越来越厉害 整个这个地 圣经你从提摩泰 那书信给我们看到 这个局面是越来越糟糕 那么也欲使主来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那么我想当我们读到 彼得书信这一段 就第一节第二节的话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表达的是 我们已经有的经历 我们怎么得救的了 但是这些的经历 这里面那些的属灵原则 没有改变 那么读经人也告诉我们 我们中文读下来 是这么一个感觉 但它原来这个意思 这个话的结构 这里面的意思 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但我们也不去太深入地 我们去把它看过来 那么至少这里面 有一些重要的原则 重要的一些点 对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值得温习 而且这也是我们今天 能够来预备主再来的法宝 那我想我们今天 就从四个方面 我们来看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我们看到今天如今 在这个疑惑加剧的时代 我们要认对父的拣选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 混乱遍布的时代呢 我们需要靠着神的灵 圣灵 我们是要圣别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 悲虐越来越深的时代呢 我们需要活出 主顺服的这个见证 那么第四个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 征战越来更加 这个凶险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呢 我们靠着高扬的宝血 我们来过得胜的生活 那么开始呢 我们先是看 我们怎么样 在这样一个的时代 在这个疑惑增加的时代 我们来认定 父神的拣选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一来啊 那带来呢 整个的大家的这个疑虑啊 大家的惧怕都在增加 大家这个疑惑也在增加 原先呢可能觉得 某些的国家 某些的领导人 某些的这个制度 某些的系统 我们好像都觉得蛮指望得上 现在让我们看到 这些根本指望不上 人类啊 原来啊 好像 哎呀 大家有个大联合 有个大统一 进到一个新的什么国际秩序 他好像 神并不希望 人是靠着自己 好像做成一件 人可以夸耀的事情 所以借着这一次的事情 让我们对很多的事情 我们不再有指望了 但是呢 今天这个仇敌也做一些的工作 那我碰到一位福音朋友 哎呀 他原来啊 已经是 他觉得 他觉得蛮要相信了 甚至在福音的聚会中啊 之后呢 也举手 表示有这样一个 愿意接受主的心愿 但是这次疫情一来呢 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世绪 他觉得不太相信 有这样一位神了 那么我后来我就跟他说啊 我说也感谢神啊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思虑呢 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事 对吧 那之前你相信了 你觉得相信 但是呢 我们这个信心呢 我们要经过这个试炼 那我们才能够 把我们原先的 里面的一些的那些问题呢 暴露出来 暴露出来之后呢 其实不一定 完全是件坏的事情 那么在彼得前书呢 彼得也讲了 我们有暂时的忧愁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也不一定 那么地坚强 我们可能应该 要求我们退一步 但是呢 神在帮我们再退一步呢 帮我们再往前进两步 你说圣经中啊 譬如有个信心之父 我们说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啊 这个昌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啊 他应着信 神就算他唯一 但是你看到了十六章 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啊 他里面的信心又软弱了 那么呢 这个当中呢 神呢 让他的信心经过考验了 为了让他的信心继续的加增 所以有的时候 在我们有些震动的时候 不一定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 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啊 那不一定没有神的工作 那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蛮得胜的 情形蛮好 不一定都是神的工作 那么神呢 要借着这些情形呢 要暴露我们 那暴露我们之后呢 神呢 要让我们认定 父神的拣选 所以在彼得书信的里面啊 他特别讲到啊 我们的心思要缩摇 因为仇敌 往往借着一些的事情 借着一些的现象 在我们的心思中 放下很多的骄扰 彼得说啊 他说我们的心思呢 要缩摇 要专心于什么呢 专心于主再来的盼望 神所要给我们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对地上的东西 不是那么的有指望了 我们专心着 靠着盼望主的再来 来胜过今天的难处 而且神特别讲到 我们是父神所拣选的 彼得前书中 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我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那么在这里 当讲到拣选的时候啊 特别的让我们要认识父 让我们一切都要回到源头 我们是正光之父 是我们一切的神的旨意 神的祝福的这个源头 那么讲到父的时候啊 那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啊 其实有不同的认识的 我记得圣经中告诉我们啊 当你初心的时候 你是一个小子的时候 你就要认识父 那么是认识父 这个时候认识 重点是在哪里呢 为什么 什么事可以去求他 像一个小孩子 他认识他父亲 他有一块糖呢 他就问父亲去拿糖吃 之前啊 他可能去抢别人的糖 可能去坏人给他一个糖 他不骗他 他也拿过来吃 现在知道 哦 我要认识这位父 要问父来拿 那我们今天在难处的时候 我们知道 哦 要向我们这位父 来求平安 我们在缺乏的时候 要向这位父 来给我们有供应 那是不错 但是在神的儿女中 当我们认识父的时候 不光认识在这个点上 那圣经中告诉我们要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哇 那么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看到 我们是能拣选的 在创世之前 神就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所以我们认识这位父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到神伟大的计划 我们不光是求几颗糖 我们求点平安 我们求 愿你的国降临 那我们对神的计划 就有了解了 那我们今天啊 彼得他所劝勉那些分散的 那都是在寄居的 那都是在克里 我们越是借着这些疫情 借着这些地上的灾难 越是让我们看到 对地我们没有什么指望了 那么今天啊 有的时候啊 神的儿女啊 还指望着地 我们指望着某个国家 我们指望着某一个人 啊 好像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那我个人里面实在是觉得啊 我们今天在地上 真的是没有什么指望 我们今天唯一的指望 神的国 他啊 愿你的国降临 愿神的掌权 能够临到那个地上 那才是真正的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么当讲到父的时候啊 那么圣经中有一次说 我们要求父 好 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那么求什么呢 求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要赏赐给我们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不光我们知道神的计划 那么这里的保罗呢 特别是叫我们 要求这个父神啊 要把这个智慧给我们 那么智慧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智慧呢 不光是我们今天这个人 聪明啊 智慧啊 会处理事情 智慧呢 就是对神的 他的心意 他的最深处的计划 他的这样的旨意 我们有一个参透 也就是说 我们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 那我们才能奔跑 今天这一段 非常不容易的 这样一个的路程 当这个 要求这个父 把智慧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个的基业 基督是我们的基业 我们也是 神的产业 那么当彼得写的时候呢 那彼得呢 也是 接下来就是讲 讲到 我们怎么样 神要把来产业 要来赐给我们 哇 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那么当讲到这些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彼得啊 彼得有的时候 他喜欢用黄金 用金子来比方 所以彼得呢 说呢 我们的信心呢 要比这个金子更宝贵 那不光如此呢 那彼得呢 也说啊 哎呀 我们今天这些人啊 我们能够得赎啊 哎呀 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 是靠着 哎 这个主耶稣的宝血 那么当彼得写这些金银的时候 我是在感觉啊 不光是给我们一个头脑知道 哦 我们知道金银很宝贵 啊 那么这个神的啊 那个靠主来的信心啊 啊 主的宝血啊 比这些啊 更加的宝贵 那将来神给我们的产业呢 要比这个黄金更宝贵 那我觉得神 他不是光让我们头脑知道 我觉得主实在是 让我们在灵里 啊 真的能够来摸到 我打一个比方啊 我们说神的话 我们圣经说说 比蜜更甜 啊 要比什么 要比这个金子更宝贵 那么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蛮宝贵 对吧 我们也承认这句话 但是你真的有一天看到 如果一个金灿灿的金链放在你面前啊 你的感觉还是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但这只是物质的东西 那我想神借着他的话 让我们用物质的一个比方 实际是不是 不是让我们头脑知道 比这个更宝贵 是要把我们带到灵里这个感觉 哇 真的很宝贵 那我就记得啊 哎呀 有的时候你读神的话 还真的看到宝贵了 这不是头脑的宝贵啊 有的时候读到一般啊 哇 我就要放下这个神的话圣经啊 跪在地上祷告了 那我想这个时候也许真的灵里面 摸到一点 什么叫神的话的宝贵 那我想当神 让我们认定 父神他拣选我们 要让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时候 也是让我们灵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那么不光让我们有这个看见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了 有的时候我们心心还是小 我自己也是觉得 我们究竟得得到得不到呢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那么圣经特别用了 彼得这个人来讲话 因为彼得他特别的有经历的 那彼得有非常大的软弱 有非常大的失败 他里面可以 真的是可以见证 哇 我是蒙神所拣选的 并不是因着我的失败 神就把我认在一边了 神有的时候 让我们经过一些的软弱 让我们经过一些的疑虑 甚至让我们 经过一些的失败 神要把我们重新找回来 殆尽他起初没有后悔 所立定的这样的一个信义 所以我就跟那一位之前 我讲的福音朋友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现在有点疑虑 我说你继续仰望神 不要放弃 有一天 等你这个疑虑消除了 有一天你信主了 那一天你可以成为谁 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那么就像彼得 他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那么当讲到主再来的时候 我是在觉得 我们今天是碰到一些难处 我觉得这些难处 神还可以跟我们解决 有的时候真是里面觉得 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这么地像他 我自己看看自己 哇 觉得还有好多好多的短缺 有的时候真的里面也是疑虑 主啊 你能不能把我带到 这样的一个光景 那是呢 神呢 总是给我们有盼望 让我们不放弃 那么彼得说啊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借着重生 我们有那活的盼望 那你说这个盼望 不是说一个道理 是有盼望的 主一定会来 你相信 那么神说这个盼望是活的 那么他里面特别是讲 借着重生 因为有生命了 有了生命了 这个盼望就可以变成活的了 既然你今天看到随便一样东西 如果没有生命死的 那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 人家生下了一个小baby 这个是活的 他有盼望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生命在他里面 因为这个生命可以长大 你看到一个小baby 你知道有一天 他会长成一个大人 这是生命的能力 就像别人说 这个信心和盼望其实相连的 说信是什么 所望之事的实底 你还没看见 但是你所盼望的 你好像已经看到了一个实底 有人说 里面有一个的解释 就像你看到一个种子 虽然你还没有看到这个树 但是因为你看到这个种子 它里面就有这个树的实质 你虽然看到的是种子 但是因为它有生命的 你就仿佛能够知道有一天什么 它一定能够长大成树 而且这里是让我们看到 这个种子 它是说是不能坏的种子 我记得有卫生的仆人就讲过 说在美国黄石公园 有一次大概烧了 不知道几十天还是多少个月 整个都一片狼藉 但是当中有一些的 可能是松果里面的种子 竟然还能够生存下来 接下来什么 接下来还能够长成参天大树 那么神的话 那更是什么 它更是神的生命 更是那不能坏的生命 有的时候想想 虽然这个字节 还是很多的短缺和软弱 但是感谢神 神啊 我愿意来自取你的生命 我知道我是不行的 但你的生命可以长起来 你的生命可以得生 那么而且呢 它这里当讲到 这个的活的盼望的时候 是因为有生命的 也就是这不是一个头脑 这也不是一个 魂的一个盼望 那么今天地上呢 这个是有 在魂里也可以有盼望 心理学的盼望 那神说这个不是的 我们是重生 是从灵生的就是灵 那不是魂 地上有个叫妄媒止渴啊 啊你从今天有媒在前面 啊所以呢你就能够 好像有力气可以奔跑 但这个是假的 这个是魂里的一些的假象 神给我们是灵里的那个实际 我记得啊 有一年啊 哎呀当初也是参与这个年轻人服侍 我觉得非常的难啊 那个时候啊 哎呀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啊 就是灵里感觉到 主钉横的大手 他大能的手 他大爱的手 一定可以把我们来扶持起来 所以这个呢 就让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 啊我们在这些的各种的疑惑疑 在家居的时候呢 我们认定富的拣选 他不会失败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混乱 这个遍布的这个世代 我们要成为一个分别的人 靠着胜利 我们今天这个疫情一来啊 我觉得有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现象 就是什么呢 你这个地上所能听到的 到处听到的都是谎言 哇原先我们可能相信 哇某一方说的还比较真 那一方不太真 你现在可以看到 哇几乎大家都在说谎 然后呢 今天呢我们碰到一个危机呢 我们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 那么碎片化的时代呢 也就是你不会什么心意都去看 地上的什么东西都去看 你也只有时间 你去看你所喜欢看的 那么如果他是骗人的话呢 哎呀你就被他骗 你就长期的被他骗 你觉得这个是对的 那么也有些人呢 他是觉得另外一个讲法是对的 那么呢接下来呢 而且你看今天地上的人啊 在谎言的面前啊 哎有的人我就死心塌地地相信 谎不谎 我就是相信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混乱遍布的这个时代 那不光如此啊 那么因为这些天呢 有的时候呢要去 在福音的方面啊 有的时候去看些资料啊 看些怎样 那之前我也知道 这有各种各样的异端邪术啊 多得不得了啊 那么现在呢 一看呢 这个整个的 你今天要去找些资料 哇那些异端的网站 那些异端的公众 好像多得不得了啊 哎 但他们里面呢 有的时候也放一点好的东西 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实在是需要 有一个分辨的灵啊 那我就想想 在小时候啊 在在国内的时候啊 我们那时候呢 有个糖 有个糖呢 那个是还是蛮出名的 叫大白兔糖 哎那么蛮出名的 那有一天啊 我就在店里看到一个 哎好像大白兔糖 后来一看上面 哎不是 他整个这个 给你看起来的样子 就像大白兔糖 那他上面写的字呢 叫大白鸽 哎 那么你知道大白兔糖的人 你不会上大 那么人家不知道的人啊 他只是听说过 好像有那种糖差不多 哎他一看这个挺像的 这个样子也像 这个几个字好像也差不多 哎 那么呢 就去把它 就去把它弄来了 所以这个呢 今天呢 让我们看到呢 地上是非常的混乱 有人说啊 有人举了个例子说啊 说怎么混乱呢 我们有的时候 若不是神让我们里面敏锐 我们真的不一定能够分得清楚 他们说过去啊 有个戏剧大师 有个电影艺术家 叫做别林 那么有一次啊 人家就有一个比赛 比赛呢 说这个谁演的最像 做别林 那么呢 做别林呢 他自己也去参加了 他偷偷地参加 那最后他得了第几名呢 他不是得冠军 他得的是第三名 也就是有两个人呢 这不是假的做别林呢 在人的眼中呢 这个是更像做别林 别人认定 他们才是做别林 那么呢 这个呢 地上是个混乱的时代 那么当我在早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刚刚这个 开始这个信主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刚后来稍微 有点追求的时候啊 那我就想啊 哎呀 在那边 这个聚会不能乱去的 对吧 好像 有个叫进信会 那至少呢 在真理上呢 应该是 比较扎实的 不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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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离谱 那现在 后来啊 发现不是了 后来呢 因为这些呢 为了迎合 当今世代的需要 不能再叫进信会了 因为叫进信会 别人不去了 说你这老掉牙的 这种牌子 不去了 那么名字呢 都盖掉了 现在 过去啊 有的时候 过去曾经有一阵 跑到一个 如果正好不认识的地方 经过怎么办呢 哎呀我去 那主日我可能 那时候会 找一个进信会 现在你跑到那边 那个地方 名字都不知道 到哪里去了 那么今天呢 都是地上 满了混乱 那不光如此 我们里面呢 也是被这个 地上的混乱所影响 那前些天啊 我在改作业啊 其中改到 有一个考试啊 有一个学生啊 让我是蛮吃惊的 那他这个 回答这个考试的题目啊 他整个把老师的 那段讲义啊 就抄下来了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 他是抄下来了呢 因为老师讲话 非常的诙谐啊 非常的幽默啊 你整个这个语气 就是讲课的 幽默的语气 如果你是知道的话 你绝对不可能 把它抄到答案上去了 但是他抄上去了 那么后来问他 哎哟 他说啊 他说我现在年纪 也比较大了 我有点糊涂了 我忘记心也大 我到底抄过没抄过呢 他说我也不是 非常的知道 哇我里面真是觉得 你看今天我们人里面啊 我们对这个 这是件严重的这件的事情啊 我们这件 这是作弊的事情啊 这件是得罪神的事情啊 他里面觉得我都忘记了 我有没有抄过 还抄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今天呢 也是提醒我们 今天地上 非常的混乱 那今天地上 到处都是谎言 今天我们不当心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怎样 我们也会跟世人一样 有的时候 你跟人一交通 你里面 那个灵里面 就觉得这里面 这些花里面 不是那么的真实 那么今天呢 神让我们呢 要成为一个 地上可以是混乱 我们要成为一个 能够分别的人 所以这里呢 在彼得书信呢 跑上来的时候呢 第二条呢 就讲到 圣灵 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 那么当然 圣洁有好多的意思 其实当我们在讲 这几个点的时候 每个都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可能把它 讲得那么的完整 我们只是在 这四个方面 我们都是略微地去碰 其中的一些的方面 那么当讲到 这个圣的时候 圣洁的时候 其实更重要地讲调 强调的是圣 跟其他人的不一样 那么圣 它就是与众不同 就是什么 能够特别地 能够分别出来 那么呢 在彼得前说 我们有非常熟悉的经文 我们要成为 我们被拣选 成为有军中的祭司 祭司就特别讲到圣 然后呢 是讲到呢 我们要成为了 圣洁的国度 那个也是讲到这个圣 所以神在这个混乱的世代 特别地要把我们 再一次地 要把我们分别出来 那不光是一个地位的问题 今天神把我们在实际上 我们能够与世人 是不一样的 那么怎么来分别我们呢 那么圣经中呢 彼得书信里面也讲到 那么圣经中其他也讲到 借着主的话 圣经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说神的道啊 就像了两人的利剑 所以神的道呢 他就可以来把我们来分别出来 那么神的道呢 他两人的利剑 有些弟兄们就说 那里面呢就是 我们今天靠主的话 把我们分别 今天我们好好读着主的话 让主的话 在我们里面 圣明中起作用 我们分别 那么到了那一天 这个两人的利剑 另外一面出来了 这个就是审判了 神要用他的话来审判 那么呢 我特别是 觉得对初心的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对他们啊 他们就 他们也不能说不读神的话 他们东老一点 西老一点 然后我说这个 在神的话上 我们说我们要 一步一步要 好好地要这样地读的 就彼得书信告诉我们 要吃那纯净的灵奶 你先要从灵奶开始 然后是要纯净的 那你知道今天这个地上 这个网上各种各样 而关于属灵的信息 也不得了啊 那我看见有的 有的神的儿女 他东看一片 西老一片 然后呢 他东转一片 西转一片 那有的时候 我一看 呀这个转的 这是极端的网站 传来的东西 哇这个是 异端的网站 这是传来的东西 那就是说 就像我们今天 一个小孩子 我们应该什么 应该好好地给他 吃正规该吃的东西 你今天不可能 一个小孩子生下了 哇你今天跑到这个店 去拉一罐东西吃 那个店里去 搞一瓶东西吃 不是的 今天是要接着 他的话 纯净的领来 让我们来做分别 而且呢 当这个神的话 当神的话 真的作用在 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实在是觉得 我们今天的短缺 那么记得 有一个神的仆人讲 他说当神的话 一出来的时候 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里面听了 就扎心了 那么这个话呢 在我们里面 真的能够有 分别的作用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听了话呢 我们知道一个道理 头脑知道一个道理 不一定带来我们真正的分别 当神的话 在我们里面 起作用的时候 所以这里是讲到什么 世界的神的话 但是什么 是圣灵 叫我们里面 能够有分别 圣灵 叫我们里面 能够成为圣洁 因为圣灵 它里面就是 深圣的灵 所以这个叫圣灵 那有的时候啊 我记得啊 在圣经中的圣灵 要高油 高油 高膜 好像就给了他 一些的能力了 因为他又有一些的 执事了 但我想当高 用圣灵来高 首先还不是给他能力 首先就是一个分别 就是他是属于神的 所以圣灵有个分别的能力 圣灵不光在外面分别 我记得年长的仆人啊 他几次三分地跟我们讲啊 他说我们在 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一定要跟圣灵 要千万千万地 要搞好这个关系 特别啊 当讲到这个末后的时代 像这个保罗啊 那个提摩泰 前后书啊 提多书啊 这些最后阶段的 遇事这些的书信啊 里面特别是强调 不是外面的东西 里面强调 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今天的里面 若是不够敏锐 我自己真是觉得 有的时候啊 我以为会糊涂啊 若不是圣灵在里面 在纠正的话 有的时候就 可能随便了 有的时候就可能上当了 但是呢 我们要跟圣灵 搞好这个关系 我们里面有猛锐 我们里面呢 就有这个的分辨 好 我们能够分辨得出 哪个是 世上的东西 哪个是树林的东西 因为 若是不靠着圣灵啊 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 靠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感觉啊 有的时候往往会错 我们里面 即使重生之后的良性啊 我们里面也受非常大的污染 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习惯了一件事情 那我们有问题的 我们不一定觉得有问题了 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些的文化的影响 众人的影响 大家观点的影响 一些社会文化价值的影响 甚至一些政治的影响 所以在我们的心思中啊 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受非常大的污染了 但是圣灵好在什么地方 圣灵一个 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位神的仆人讲 他说感谢神啊 常常圣灵跟我们做过不去 对吧 圣灵你没有办法去贿赂他 对不对 因为圣灵他坚定地站在神的那边 他是这个分别是非常的清楚 不像我们 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久了 我们就被某一些的想法影响了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还是对的 那么不光如此 那么圣灵呢 还有一句话 是一位神的仆人 他引用过去的一位神的使女的话 说我们呢要冷血地来跟随这位的圣灵 那也就是当圣灵他给我们 他今天要来分别 我们今天人要去分别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实际地分别出来 当圣灵对我们讲话 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 神能够在我们里面做成实际的工作 他提供他的这个圣灵的能力 那我有时候我也是觉得 哎呀这个在分别的上面 虽然有的时候也觉得神提醒我们要分别 但实际是有一次主就提醒我 说你好像就有点色盲 从属灵的角度 在有些的东西上 好像你能够分得比较清楚 在有些的地方呢 那还是不够亮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灵的盲点 这些属灵的盲点 仇敌呢就可以有机会 所以今天呢 只有神的灵 他可以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提醒 让我们里面的属灵的感觉 越来越敏锐 让我们能够分辨 让我们能够分别 那么第三个 这是一个悖逆 越来越深的这样一个时代 神呢 让我们呢 要靠着主 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 顺服的这样一个的见证来 当彼得啊 他彼得这里啊 这个在彼得的书信中啊 他你看这个字面上 他说因着圣灵 让我们分别出来呢 分别出来呢 我们就可以顺服基督 那么这是过去我们的经历啊 其实我们今天常常是 在传福音啊 跟福音朋友 我们是信耶稣 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信就好了 信就是什么 就把主耶稣接过来就好 好像是相信 但是彼得他这里特别用到的是 顺服这个字 也就是在相信的背后 其实是什么 还是我们的顺服 我们能够服下来 因为神的很多的东西啊 跟我们的想法 跟我们的一些的经验 跟我们固有的一些的感觉 那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神的 这样的一个 神的这样一个樱桃中 在神的这样一个真理中 我们能够服下来 说神啊 你是对的 那么就这样 这个字就把神借过来 这个就是相信 那么今天呢 地上的人呢 都是悖逆 地上人呢 都不承认说有权威 当然地上的权威呢 你也不一定真的是权威 但是在人的心目中啊 你现在越来越看到啊 哎呀 大家这个反叛的想法 是越来越厉害 大家我决我心我素 我偏偏不听 我天天就不愿意做这个 我偏偏就不愿意做那个 那么在福音的朋友中间啊 也是啊 有一次啊 跟福音朋友在讲啊 他有一些的疑问啊 那么按照圣经的话 跟他解答了 告诉我啊 他说你这个解答呢 他说都是有道理 但是我的心的深处啊 对这每一条啊 我里面就是不能够认同的 哎呀 那你就可想而知 在我们的心的经的里面啊 我们真的是 就是你今天 哪怕用一些的见证 你甚至哪怕用神的话 若是神不是恩典的话 我们里面什么 天然的那什么 我就是不要听的 每一条 我就是可以找出反对的理由的 那么前些天啊 你知道现在外面 这个理发店都不开了 有人介绍呢 是认识的 这个理发师 私下去剃头啊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 我正要跟他 你信不信神啊 他就讲 好像他是信的 哎呀 你知道聊起这个疫情 哎呀 他说也说这个疫情啊 他说人啊 太自以为是了 人太骄傲了 从小孩子开始 就是叛逆的 叫小孩子做什么事 小孩子都是 I know I know I see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我不要听你的 那么今天呢 这是一个 叛悖逆的时代 但是神要我们 神要我们能够来顺服 我想当神讲到一个 圣洁的国民的时候 当然我们说 第三人都是讲假的东西 我们今天找 我们今天不能说谎 那么第三人都是悖逆 我想你是成为一个 圣洁的国民 有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 我们不是一个背叛的人 我们是一个顺服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这里呢 他是讲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地上的国 那是满了叛乱 当初就是全天下都是向这神叛乱 所以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 重新有一个国 这个国是什么 是向着神 是顺服的 所以你看彼得前书啊 它里面一个是讲盼望 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里面就是讲顺服 就彼得讲来讲去讲顺服 地上的一切制度 我们要顺服 在家庭中的顺服 在生到儿女中的彼此的顺服 讲来讲去 特别多地讲顺服 里面还讲到了有一段 讲到挪亚的方舟 然后呢 是讲到主的灵 然后到阴间里去怎样 那么这里面 当然不是去传福音了 这里是什么 这是宣告一个得胜 也就是在挪亚那个背叛的时代 挪亚是信神的 挪亚是顺服的 虽然这些东西在人看来 哎呀你这个天方夜谭的东西 但是挪亚什么 在神的面前 他是能够服下来的 最后什么 为了印证什么 为了印证一件事 这一个的相信 这一个的顺服 最后什么 最后是能够宣告得胜的 最后主耶稣 他也是顺服 最后什么 最后那一段 就讲到 他能够终于能够被神 把他的名 能够超乎万民之上 最后让大家都能够来顺服他 所以这里面都是讲的 今天我们学顺服的功课 有一天 神要把我们升为至高 但是 当讲到顺服的时候 我们觉得顺服是 非常的难学的 那今天要顺服我们的主 顺服我们的神 所以前些天 礼拜五晚上查经 有位弟兄 他正好就在分享 他分享 他说我要这个 学顺服的功课 那我就想 他就引用了圣经中的话 那我就想起 有一位 说有一位神的儿女 有一天 他就像一位神的仆人 带他祷告 他说让我要学忍耐 那学忍耐 那位神的仆人 没有跟他说 神啊 你赐给他忍耐 那位神的仆人跟他说 神啊 你赐给他更多的患难 更多的苦难 他听到很不开心 他说 我要你是求的是忍耐 你今天不是跟我求忍耐 你跟我求苦难 跟我求难处 跟我求患难 圣经中呢 确实 星期五晚上 那位弟兄也提到 那是患难 生忍耐 那就像这个弟兄 他说 我也是觉得 不是跟神求顺服啊 神爱我求顺服 然后好 神说我给你养宝贝 你今天就能够顺服了 你今天能够听话了 不是 神今天只用苦难 因着苦难 基督就是因着苦难 学了顺从 所以这个是苦难 但你话说回来 苦难是不是光苦难 就能够叫人顺从 光苦难不能够叫人顺从 你今天看到地上 这么大的灾难 在我们原来想象中 这么大的灾难 神啊 你就用着这个灾难 让很多人的心 能够回涨过来 让很多人 能够信足 能够福音广传 你今天看到 不是这么回事情 你今天看到 福音并不因此就变得好传 你看到这些的难处本身 并不会让人更多的悔改 这些难处 还让有些 可能要加信的 反而增加了 他们的这个怀疑 啊 全能全爱的神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苦难有的时候 让人也变得灰心丧起 苦难有的时候 让人的心变得 非常的刚硬 所以苦难本身 不能让我们学顺服 是 我们是因着苦难 学了顺服 是什么 是神的灵 在其中做工 圣经说是神的灵 是我们分别出来 让我们能够顺服基督 因为神的灵 为什么能够 神的灵 它是圣灵 圣洁的灵 神圣的灵 神的灵 也是什么 是基督的灵 基督有个顺服在里面 所以非常有意思啊 有的时候 我们人教一个人啊 这个很难的 人教人听话 非常难 到最后呢 是要求的人很吃力 听的人也很吃力 但是神的灵啊 圣灵啊 他本身就是带着这个 基督的字 他本身就是基督的灵 他让我们顺服的时候 他是给我们有这个顺服的能力的 圣灵叫我们 他不是做这个奴隶般的 不得已的 不是 圣灵叫我们什么 是得自由的 这个的顺服 就有一首歌 一完全顺服 完全甘甜 一完全顺服 就得享安息 所以当我们真的是 我们里面对神的灵有这个感觉 神的灵对我们里面有要求的时候 虽然神的灵他不妥协 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 怎么样呢 我们里面可以享受到甘甜 我们里面神的灵 每次叫我们顺服的时候 结果是让我们什么 对之为神 我们不是不得已 我没办法服你 我们是什么 更加的佩服 那我就记得 当 我就记得 当 那个 好多年轻 有些傻 然后我当初就有点 有点想不通 那个时候 我还是出国的时候 那个 那个护照 那天我要去找这个护照 我也找不到 没找到 但我没找到也无所谓 我知道就是放在 那几个包里 有一个包 找来找去找不到 不管 没什么事 到了有一天 在祷告的时候 神的灵感动我 他说你到那个包里面去 找这个护照 我心中想 这个包我就是找过的 应该不在这个包里 应该在其他地方 神的灵就给我里面的感动 非常清楚 现在要把这个护照找出来 那我只能顺服了 我说到底我记得对呢 还是神的灵讲得对 还是我听错了 一句 哎呀 很奇怪 怎么之前我就找了 里外翻就翻不到的 怎么今天一打开来 就在那里面呢 而且呢 接着两个月不到呢 哎 这护照就要派用场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个事我不知道 神知道 所以当你里面有你自己的想法 神的灵对你有要求的时候 哎 你愿意去顺服的时候 你什么 你就像这位神 更服了 哇 神啊 我的这些记忆 我的这些的理性是不行的 还有一次啊 神的灵就感动我 说要跟 哎 有个肢体啊 就写个email去道歉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跟他道歉 我说这个 莫名其妙 这个很傻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后来是觉得 神的灵呢 是蛮清楚的 因为我再写一个道歉 那我就写个道歉了 而且我跟他说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里面神的灵感动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道歉 啊 后来感谢神啊 因为很多的事情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哎 这件事情 你可能觉得 哎呀 你觉得是些尴尬的事情 但是神的灵要你做 那是完全 他负完全的责任啊 哈 而且呢 那个是对了 这么一路呢 白天原来 我不知道的一些情形呢 解决掉了 所以呢 每次你顺服啊 哎呀 你真的顺服之后啊 那里面是什么 更多的佩服 哇 这位神 这位主 主啊 你真的伟大 我们这些人啊 我们的想法 我们真的太渺小了 我们太差劲了 所以这个呢 顺服 那么不光是这里 其实圣经讲的 不仅是讲到 圣灵让我们来顺服基督 那么中文看上去 是圣灵让我们来顺服基督 但实际上这里面的这个意思呢 它是讲到的是宝血 也就是说 后面是讲到 我们因着圣灵的分别 让我们宝血 我们是蒙宝血所杀的人 前面也是讲 让我们其实什么 在基督的宝血面前 我们能够来服下来 也就是说基督的宝血啊 我们说地上的人看到血呢 就是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地上的血没有太大价值啊 有的人大家要山门海事 也要什么弄什么动物的血 什么血 但是呢 血这个神 祂的儿子的血 祂一来就是不一样 也就是说今天 我们今天我们都不愿意顺服的 彼得书信里面教我们这些人 要以谦卑素要 要彼此顺服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些人啊 我们都是任意妄为的 我们很难能够真正顺服的 但是神的灵可以叫我们顺服 当我们看到基督宝血的时候 我们可以顺服下来 因为基督的宝血里面 带着基督的顺服 这个的 当我们今天有的时候 有人就讲得好 说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跟神之间 也许有些的 我们一些难处 跟神之间都有些争执了 当神把他基督的儿子的宝血 那不是物质的宝血 那是把他属灵的能够活化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没什么话好讲了 当我们有的时候跟人也在争执的时候 当神把他儿子的宝血 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软下来了 我们不能不服下来了 好像神也不是说 哇 我用非常的威武来压服我们 所以今天 当讲到神的灵 当讲到神的宝血的时候 神今天是在我们的里面做工 而不是外面 我们不得已 所以有神的儿女说 神啊 祷告愿你来折服我们 我们 你以外的办法 我们没法折服的 当神的灵做工 当神的灵 把他儿子的血 能够来活化 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实际的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我们今天看到神的儿子的血 我们知道把我们的罪洗干净 神的儿子的血 让我们看到神的那个大爱 好像神说 我对你有这么一个要求 好像你不愿意听 神说 我把我的儿子都牺牲了 神生的血 有人说 当我们想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 神的儿子 他的血 竟然洒在我们这般人的身上 我们不能不流泪的 我们不能不敬拜的 我们要跪下的 所以神是借着这个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跟世界分别 而且让我们在悲逆的世代中 让我们成为一般不一样的人 让我们成为属神的 圣洁的国民 是顺服的国民 最后一点时间 就在这个 这个征战 这个越来越凶险的这样的时候 我们靠着神的抱下来得胜 那彼得书信有没有讲到征战 当然讲到征战 彼得书信里面讲到 有火炼的 啊 这样的誓言要来 彼得前说 我们后面也讲到 有着吼叫的狮子 说这个征战非常厉害 那么当我刚刚出信的时候 甚至我刚刚开始追求的时候 我对征战不太有感觉 好 那里面这个是 好像非常的骄傲啊 我觉得这个撒旦我怕什么 我们靠着的话就可以得胜了 那个时候是 出神牛肚不怕火啊 不知道老虎的厉害 哎 那个时候啊 对征战 我觉得征战 好像这个 看有些宣教士说 在哪里征战特别厉害 这个地方很难传福音 这个地方是 好像撒旦的这个权势 黑暗的权势特别厉害 在我感觉中这样 后来看到圣经说 撒旦就像那吼叫的狮子 跑来跑去 也就在我们的周围啊 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我们不是说故意要 送人经文啊 不是 今天撒旦 今天仇敌 今天就像吼叫的狮子 在我们的周围 跑来跑去 要来吞斥我们 后来慢慢 哎呦 这个树林的征战 稍微多了一点点的精力了 有一次啊 我真是觉得淋漓啊 这个黑暗的权势 就这么压过来的时候 哇 那个时候才知道 仇敌的厉害 我是何等的需要 迫切的祷告 靠主 才能够来得胜 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面对这场战战 我们是不能逃避的 我们必须要来打这场的战战 今天地上的人 说这个疫情啊 都是这个战役 地上人都觉得这是一场打仗 而且好像这个敌人啊 不预告的 突然敌人已经出现在你的周围了 就像你不是预备好一支部队去打 这个敌人已经在你的周围 你就马上就要接战了 一开始的时候人是手忙脚乱的这样的接战 那么神呢 今天让神的儿女呢 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越到了末后 征战越来越凶美 有一首歌 今日战争凶猛 越来越厉害 仇敌啊 在不多的时候 彻底在主耶稣再来之前 仇敌要非常凶猛的 通通各种方法 诡诈的方法 凶狠的方法 要来夺住我们 要来败坏我们 要来 要来 来 来 骄扰我们 那么所以呢 这个 有神的朋友讲得好 哎呀 有一次我觉得 他讲得太对了 他说你真正要振着主的路上 你真正要好好地爱主 有两件事你少不了的 第一个 神一定 会让你要付代价的 第二个 你一定会碰到征战的 不是他碰到征战 别人碰到征战 你一定会碰到征战的 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接待一位 一位认识的 大陆来的一位 一位带领的弟兄啊 那么他 他那来呢 要带他去看看啊 带他 跟他这交通交通 那我原本就问他说啊 哎 我说我也碰到另外几位啊 他跟你们都 都差不多有熟悉的 哎 我说你好像就比较严肃 我说这是 怎么回事 当我跟他 跟他开玩笑 我说碰到另外几位 没有那么严肃 你怎么严肃呢 但是他其实是一位 非常敬虔 非常爱出的 他就跟我说 哎呀 他说你不知道 我们的环境 我们这些征战的环境 他说我们啊 他说我们时刻 都要有各样的准备 各样的预备的 好 我们不像在你们那边 好像还比较自由啊 我们那边 好像时时刻刻 都面临征战 当然我们说 征战你就一定要 那么的严肃 但是呢 给我一个提醒 哇 他是时时刻刻的 都预备好要征战 而不是我们觉得 偶尔有一次 征战的来临了 那么今天呢 撒旦如果是吼叫的制止 遍地的怎么走来走去 我们应该是时刻的 来准备这样的征战 那么征战怎么能够赢呢 那么圣经中有一句话 那彼得刚才我们说 几个点第四个 他里面是讲 我们是蒙 耶稣诸宝血所杀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弟兄 胜过撒旦 得胜是靠着什么 高养的宝血 我们今天这些人 我们没有别的根基的 我们今天 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每一次要征战 唯一的这个凭据是 高养的血 不是我今天更好一点 我今天祷告更多一点了 我今天更热心 唱福音一点了 今天我读经读得 更认真一点了 不是 这些都是会起伏的 这些都不是根据 在这些的当中 仇敌都能够找到很多的 破口的 今天感谢神 神我们预备了 高养的血 高养的血 来堵住仇敌的 各样的破口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非常容易犯错 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 今天我们地上 我们总是说 神啊 我们祷告的时候 总是说神啊 愿这些君王给他们智慧 愿这些人能够悔改 地上能够悔改 我实在觉得 我们需要更多的悔改 我们需要靠着主的保血 我们实在觉得 当我们在 这个好的环境下 我们向主的见证不够 我们不够影响外邦人 我们不够 传福音的热心那么大 我们不够 活出神的见证来 我们实在 需要高养的血 来把我们先洗净 所以高养的血 它是阵战的兵器 有神的仆人讲 哎呀 他每次聚会的时候 他特别都要 神啊 愿你的保血来自改 为什么 他说这样 神的同在就可以来 因为我们的漏洞太大了 那他说呢 这个仇敌呢 往往可以找到 各样的控制 我记得有一位神的仆人啊 早些啊 我还笑他 我笑他呢 我说你这个 讲到仇敌的时候 你总是把这个仇敌啊 讲得那么厉害 我里面呢 就觉得有点不太服气 对吧 那个时候啊 他跟我加了一些的经历 仇敌是 当然后来也慢慢 也认识到了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不够认识到啊 我们不知道仇敌 在我们周围的吼叫 有的时候我们都 我们都帮着仇敌 去干一些事情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那么这位神的仆人啊 他说仇敌真的厉害 有一次啊 他说仇敌 他非常明显地感到 仇敌的黑暗权势工作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觉得 什么是法宝呢 就说仇敌是他 高阳的血 是因着高阳的血 那后来我也知道了 你看 当讲到高阳的血 当圣经中讲到 越决的时候 什么可以 让这个刑仿 让这个杀戮 可以越过去呢 因着高阳的血 不然仇敌就有话可以说了 因着高阳的血 可以让什么 可以来跳过去 可以让这个的 这个的击杀 可以跳过去 所以这高阳的血 是我们什么 是这一般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今天我们是蒙高阳的血 所洒的人 洒血的人 所以我们可能是什么 我们可以被分别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受到 这样的一个的保护 那不光如此 那么这里呢 彼得呢 他也讲到 他是彼得啊 唯有彼得啊 他特别的 只有彼得是这么讲的 叫宝血 其他都是讲到血 没错 讲到血呢 神的儿子的血 我们都知道 但只有彼得 讲到高阳的宝血 彼得是有精力的人 彼得今天 他是那么大的失败 也许我们今天 我们也有很多的软弱失败 我们可能比不上彼得那样的 发奏启示否认主 但彼得他能够见证 高阳的宝血 仇敌不能再控告他了 神是创世以前所拣选的 神站在 站在神的那一边 神借着高阳的宝血 把他洗尽了 因着高阳的宝血 仇敌的嘴被堵住了 那么这里为什么是高阳的宝血 你说因为是神儿子的宝血就够了 神儿子的宝血那还不得了 这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仇敌你还不退去 但这里讲到的是高阳的宝血 为什么 因为在宇宙中发生了一个叛乱 因为仇敌是对神的是一个背叛 但是高阳他得胜在哪里 他是高阳 他是顺服的 所以不光因为他是神儿子的血 而且是因为高阳的血 把仇敌 把整个宇宙中的一切的背叛 全部都抹去了 所以今天是靠着高阳的血 今天神拣选我们说什么 神借着他儿子的血 把我们从各方 我们各方都能够召集到神的面前 干什么 我们成为他的国度 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 我们能够来侍奉他 敬拜他 我们能够来执行神的权柄 这些都是宇宙中的征战的焦点 权柄的问题 敬拜的问题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去的时候 筹敌是千兰族万兰族 但是因着高阳的宝血 这一般人被分别出来了 今天我们也是 我们今天如何的能够来得胜 我不是高阳的血 成为我们的一个工具 我可以随便了 反正有什么事 就是自取高阳的血 不 当我们看到高阳的血 宝贵的时候 我们更加敬拜 我们更加佩服 我们更加要把这个赠宠 把这个荣耀 要贵给我们的主 我们越发地爱我们的主 我们越发地 在这个荣耀的盼望中 盼望主他快一点再来 在给我们不多的时间中 靠着他的恩典 靠着我们认定 我们是父神所拣选 我们靠着圣灵 能够成为分别的一群人 我们是靠着主 他的话 靠着神的灵 靠着他血 高阳的血 让我们能够成为顺服的人 成为不一般的人 成为得胜的人 那我想今天就是借着彼得的这些的话 我想让我们一同的有一点的共联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深深地知道 主啊 我们这些人的软弱 主啊 你也早就知道 这个环境的何等的凶险 巴不得 主啊 我们真的 有这样一个祷告 主啊 你再次来分别我们 主啊 你再次来折服我们 主啊 让我们更深地认识高阳的血 让我们真的是 更尽全地活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也是 更靠着 高阳得生的能力 也让我们在这个不多的时间中 让我们能够来预备好 谢谢我们的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 耶稣 基督 的命 Amen